上阳去了,朋友们,昨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,山上有雪,然后今天天气又变天了,可能要今天下雨,马上今天晚上肯定还要下雨的,西藏的雨季已经到了,到了的话,已经飘起雨来了,我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就是雨,但是海拔高一点的地方的话,那就成了雪了,慢一点,慢一点,哎呀,这路太难走 大家想不想看一下,我这个,上牦牛的路有多难走,等一下哈,等一下,我再看到没有,要进这个山沟,这是一条季节性的活流哈,夏天的话,这条活流下雨都会流水出来,雨大了的话这条活,缺两根本就没法走的,看到没有,这是活流冲击出来的 又下雨来了,哎呀,下吧 全部是这种细沙,如果冲惩到好根我就走不动了 然后牛羊就在这3个里面,哇,哇呀,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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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这种沙停里面,如果你停车了的话很难起步 你看这种活流冲出来的细沙 特别难 我这辆车就是出来,专门出来干这种工作的 已经挂了底盘了,清潜声音了 刚刚挂了两下底盘,大家应该听见声音了吧,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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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应该没有挂的什么东西吧,我底盘上有副板 看一下这个放房间的路有多了 哇塞,哦,折了点,折了点,折了点 我还以为折不了了,不行了,哎呀,哎呀 好吧,好吧,镜头翻转一下,跟大家看一下 我跟大家看一下,我每天 放毛牛 上上药送的东西哈,这是单纸 这里面详细的就不跟大家看了 然后 看了没有 这是一大盆烤鱼 烤鱼,这烤鱼大约有四五斤 然后其他的菜我就不跟大家看了,什么育儿鸡 什么酸汤 牛羊肉啊 反正 丰富的很 都是川味 还有烧烤中餐 什么东西多得很 想吃什么都有什么 我们在山上放放牛羊 然后生活还是开得非常好的 我都这里没办法跟大家详细的 包菜单的哈 卖鱼的话 是最好的哈 有乌鱼 有 有甲鱼 有牛蛙 然后有东华鱼 有花莲 还有白 还有那个 河边鱼 这种类特别丰富 好了 当一个酒店一样的哈 我们的水火就开得这么好 我看 山山在哪里啊 我看一下 我到了目的地没有哈 给大家看一眼 哇 大哥 还要上山呀 好吧 继续走吧 跟大家看一下牦牛 牦牛来了哈 哦 放的牦牛出来了 看到没有 牛群 看到没有这一大群牦牛 看见了吧 小牛牛 小牛牛 这就是放的牦牛 我靠 我都要 打电话了 这路遍地都是 哈哈 又完成了一件任务 看一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我给大家说一下开车爽不爽啊 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开车你说爽不爽 太拔死了 看得没有 在草原上放牛羊好爽啊 对面在下大雨来了 对面还在打楼 还是走路上吧 啊 这草地上爽一点 哈哈哈哈 哈哈 心情都不知道有多美 在草原上看下去 今天在草原上没有看见那个 我说你 哎呀 慢一点 OK 朋友们 好了 剩下的就不给大家看了哈 我每天就在这种山上转来转去的 拜拜 拜拜 那就再跟大家录一段这个河口里面吧 看一下这个河里面 这河口里面 是 基建型火牛 它雨水 下大了之后冲刷就会形成这种 流沙河 我的车刚刚就在这里挂了一下底盘 我下山都不怕 上山的时候它主要是上坡 还有一个在河里面 全部是连沙式 有的地方是细沙 一定要 呃 挂上 技术档 慢慢的 稳住油门也不叫慢 一定要把油门稳住 要不然在这沙坑里面现车的的话 起步是很困难的 这个是对于我们这种面包车来说更难 因为面包车的轮胎 它这个接触面太小了很容易 越跑越深在沙坑里面 可能视频里面你们看不太明显 但是你们来到现场 可能才会有深有感受 我这样 在沙地里面跑着跑着的 方向盘就不听使唤 还有 左右飘 在沙地里面 OK 好了 出了这段路就没问题了哈 拜拜 朋友们